这个选手没有被控住无形的幻虫呢 这个现在开中火了 原来是被控住了 好 那么这次的话 这个以北选手啊 这个再度换出了他这个最喜爱的 这只这个暗影凤凰 不能说是他最喜爱的 但是我看起来是暗影系里面非常好看的一只宠物 这个没想到放出来这宠物之后啊 给他带来个好运啊 还不是这宠物打死的对方 他这个人物把对方的宠物给飞掉了 看来这是一只幸运之宠啊 那么这个选手不清楚的话 他放出了这只蜥蜴啊 这个狐狸或者蜥蜴啊 那么这宠物的话有个特点啊 他会风生 他在攻击人的时候啊 他会分裂出多个 然后再攻击啊 从这个动作来看 感觉命中率应该会比较高啊 毕竟他分成了多个了嘛 那我每次攻击等于五六个来通常打你 不就等于命中率高了吗 你这个回避了一个回避了两个 你还能回避四五六个 你看这两下都中了 那三下中啊 三下全命中啊 我们看他能命中多少下 好四下五下六下 这个哦 他他在连打了六次攻击之后啊 全中啊 不不 中间也好几下没中啊 那个六三攻击里面也好几下没中啊 之后被石化 换出了 好 右背石化 这个 这个以北选手啊 他的这个 战术啊 是相当的 贯彻 一致啊 一致性非常高啊 其实被控住 我一来一来 就猜你有可能会换宠 所以再度把你石化 那么这个两个选手现在还在火拼啊 嗯 这个谢伯伯这位选手的这个魔兽 还有这个攻击特效啊 那看起来这个还是 这个效果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 打完之后啊 还有一堆的这个绿点 还被石化 再度看起来这只宠物啊 这只宠物咱们之前看过啊 他的命中率就很高啊 但是这个直接倒地上了 当然我使的命中率啊 只是我 我这个我们统计的 这个命中率比较高啊 实际上 命中率应该是一样的啊 我们看双方的这个使用的性 和这个双方的呃 宠物其实换的比较多了已经 多次进行换虫 但是谢比喻选手的话 现在开始打 不管你的宠 我宠物处于绿下风 但是我现在不打你宠了 直奔你的原物而去 直接打你人的话 还是有一点风险 现在双方都开始打人了 但是如果是以北选手的话 他如果现在打人的话 我感觉是不太妙的 他最好还是打宠 至于谢比喻选手的话 现在宠物的这个衰减度是非常大 以北选手应该是占出一个优势的 如果你这会儿上次的优势 去打宠物的话 这打人的话是比较亏的 现在他又开始转向目标 还是打宠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暗影凤凤凤是被石化了 被石化之后 谢比喻选手没有选择去打宠 是选择了直接打人 那么最多的话是破坠的光之后 哇塞直接打死了 而且还是打飞了 而且谢比喻选手这个真的是很老辣 相当老辣 用了一招唯唯就招 直接一拨把以北选手给带走了 哎呦我天呐 那么现在场内的选手 数量也就不是很多了 刚才以北选手的话 其实是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比较看好的选手 而这位村之书 是我一上来 第一个就说了啊 我看好的选手 是吧 那么这个 这谢伯伯 这个大头鱼和谢伯伯啊 这都是老鼠人了 是吧 那么谢伯伯把我其中一位 看好的选手给提飞了啊 那么看看这个大头鱼选手 会如何对待我所看好的选手啊 转了个属相 但是双方现在都没有这个 哎控住了 嗯 回了球血啊 被石化 下方这位这个之书选手啊 他的村之书选手 他的这个攻击力还是挺猛的 140多以下 我这撞镜子 这是很有撞死的风险的呀 这个是 哇塞 这个会应该是回血被